有人说它是安全绿色,有人说它是危险恐怖,核能,在公众的心里始终是五味杂陈。 当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在人们记忆中逐渐淡去的时候,浮岛和泄露又在病未痊愈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对于每一位并不了解核能细节的人们来说,核污染的雾霾似乎总也挥之不去。 但在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变难的趋势日益严峻,化石能源似乎走到了尽头,核能不得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不论你愿意与否。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摩西在这里和你一起追踪前沿科技和有趣的故事。 位于美国乔治亚州萨凡纳河畔的两座大型核反应堆正在日夜不停地建造,这是美国三十多年来首次建造新的核电站。 这两座新反应堆与另外两座已经建成的一起,可以昼夜不停地为两百万户家庭提供充沛的电力,而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 然而这些庞大的反应堆耗资达到了惊人的350亿美元,是最初预算的两倍多,而且在建造进度上比原计划落后了整整七年。 严格的安全监管和昂贵的人力成本,使得这些大型核反应堆的发电成本居高不下。 截至2023年,在美国路上,风能和大型太阳能的发电成本约为每兆瓦时24美元,核能的发电成本约为每兆瓦时31美元。 这就是建造大型核反应堆,在美国并没有太多吸引力的原因。 核能真正的未来,在于核反应堆小型化。 核反应堆,在美国近10家公司正在积极开发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SM-2,希望它们能更快、更便宜地建造。 核电站可以全天候,四季不断运行。 相比于靠天吃饭的风能和太阳能,核能可以在风平浪静或天空多云时提供必要的后备支持。 目前,核能提供了全煤18%的电力。 核反应堆最大的安全隐患在于冷却泵系统,因为即使在核反应堆停止运行的时候,反应堆还是在缓慢地释放热能。 但如果冷却泵失效,例如,辅导核电站的外部电源被海啸摧毁之后,核反应堆缓慢堆积的热量不能被有效冷却,这些热量最终烧毁了反应堆并造成核灾难。 而小型化的核反应堆在安全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无冷却泵的设计,通过自然对流失线反应堆的冷却。 理论上,它们不会发生融毁,也不需要大型的防护圆顶或其他昂贵设备。 被称为第三代小型反应堆,是对现有第二代和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的改进和缩小化。 这些设计已经被广泛使用和测试过,并在安全性、成本效率和模块化方面进行了优化。 它们的功率一般不超过300兆瓦,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兆瓦点。 采用模块化制造,这意味着反应堆的主要组件可以在工厂中预制,然后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从而降低了建设成本和时间,同时提高了建设的质量和安全性。 在工作原理上,这些小型反应堆采用浓缩油作为燃料,这与传统大型核电站使用的燃料类似,通常使用普通的水,也就是清水,作为冷却剂和中子慢化剂。 高效的热管理系统,确保核反应过程的热能可以被有效转换为电能,同时维持反应堆内部的安全温度。 而第四代小型核反堆则代表了新一代的核技术,着重于使用全新的材料、冷却剂和燃料循环技术。 这些设计旨在提高燃料利用率,减少核废料,并增强安全性。 第四代核反应堆冷却方案多种多样,包括使用气冷、液态金属冷却,如纳或铅,甚至熔岩作为冷却剂。 它们还能采用更先进的燃料循环,如快中子谱和土燃料循环,以提高燃料效率和减少长寿命放射性废物。 四代反应堆的应用不仅局限于发电,还包括其他应用,如高温工业热供应和海水淡化等。 2023年11月,美国Newscale公司宣布取消了在爱达河州6个77兆瓦反应堆的建造计划,这原本是美国首个小型核电站。 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客户,同时成本飙升。 1月份,Newscale表示,反应堆的建造成本从53亿美元跃升至93亿美元,原因是银行贷款利率和材料成本飙升。 其发电成本已经与大型核电站相当,并不具有成本优势。 这无疑对于美国核电站小型化的发展是当头一望。 美国著名的阿贡国家实验室,位于芝加哥郊外,这里是民用核电工业的摇篮,孕育出不同核电的技术类型。 在一个由36个苹果组成的普系数图中,每个苹果代表了该实验室自二战以来所开发的不同反应堆技术。 在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冷却反应堆,区别于传统的清水反应堆,液态金属那具有更高的导热效率,在美国爱达河州的一个实验性项目中已经运行了30年。 液态金属那,使反应堆能够在更低的压力下运行,可能减少清水反应堆所需的厚重防护。 由比尔盖茨资助的TerraPower公司正计划在怀俄明州,新建一座革命性的那冷却核反应堆,这个项目旨在取代即将退役的传统煤电厂。 与此同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创新公司Ocleo正着手研发一种全新的微型15兆瓦核反应堆,其目标是为阿拉斯加那些遥远的社区以及未来的电动卡车充电站提供可靠的电力。 其他创新想法也在涌现,马里兰州的初创公司X-Energy正在开发一种由气体冷却的碎石窗反应堆,它融合了气体冷却技术和独特的球形燃料元素使用方式。 在这种反应堆中,成千上万的小球形燃料元素,内含微小的核燃料颗粒被堆积在反应堆的核心部分。 这些燃料球设计坚固,能够在高温和辐射的极端环境下保持稳定。 作为冷却剂,通常使用氦气或二氧化碳等气体,它们流经燃料球层,带走产生的热量用于发电。 除了发电以外,这种反应堆还可以产生热量,这一点是风能和太阳能电厂无法做到的。 陶氏化学公司希望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化工厂安装四个此类反应堆,以替代产生工业过程蒸汽的天然气涡轮机。 但是,小型反应堆商业化运行,不仅仅要面对技术上的挑战。 更难以逾越的是和安全机构NRC的审批,到目前为止,NRC仅认证了一种小型反应堆设计,是由New Scale Power开发。 New Scale的首席执行官何赛,雷耶斯说,这是商业化的一个相当大的障碍。 而且,这还是监管机构针对已经熟悉的技术的认证。 在最近的众议院听证会上,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居然站在同一立场抱怨,一项旨在帮助许可先进反应堆的草案规则长达1173页,基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 每个人都同意反应堆需要安全认证,但监管机构过于保守和规避风险,往往使得项目无法进展,这是典型的官僚行为。 NRC表示,他们正在改进审批流程,最近在短短18个月内批准了Keros初创公司的新型测试反应堆,这是一种名为孵化炎冷却的高温反应堆。 反应堆使用溶溶的孵化炎作为冷却剂,孵化炎具有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和高温下传递热量的巨大能力,在核燃料方面采用的是全陶磁燃料, 即使在极高温度下也能保持结构完整性,远高于传统金属反应堆燃料的溶点。 它结合了传统高温气冷反应堆的特点和液态炎作为冷却剂的创新堆形。 当然,小型核电站还有其他方面挑战,目前美国尚未拥有生产足够的专用核燃料的产能,以供先进反应堆使用,也没有关于核废料的长期计划。 在新电厂选址方面存在争议,这主要源于公众对于核电的保守态度。 2022年,克罗拉多州普维部落线的官员在当地反对声浪中,撤回了用反应堆替换即将退役的煤电厂的计划。 目前全球范围内,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几乎是空前的,风能和太阳能都有各自的技术短板和挑战。 没有核能参与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根本不可行,核能对于我们太重要了,虽然普通大众并不喜欢它。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分享和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